欢迎收看世代对话 邀请您一起来对话 我是邹祖的达尼姆 每年2月21号就是世界母语日 而世界母语日 就是要为了向全世界来宣传 保护语言的重要性 而这几天您可能也会发现 有很多有关母语的活动 不管是原住民族语或是客语 还有闽南语等等的活动 那针对原住民族语的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去年 以2022年为起点 制定长达十年的 国际原住民族语言十年计划 那要宣示全球性的语言保存行动 那其实在台湾 就很多的族人持续在生活中 实践族语的保存和传承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组家庭 那很特别 他们都是实践族语家庭化的家庭 那到底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 我先来介绍来宾 先介绍第一组家庭 是族语妈妈 族语家庭的妈妈杜倩文 以及她的小朋友 今年是文乐国小一年集生的谢小帅 妈妈你好 好可爱 欢迎那第二组家庭其实也很特别 我先介绍妈妈是屏东县满洲乡常乐国小的校长 陈美玲校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美玲校长 那爸爸是屏东县来一高中的教导主任 同时也是全级教练叶俊雄主任您好 欢迎那还有他们两位儿子 第一位是目前就读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习二年级的叶喜 叶喜你好 欢迎那还有呢 是这个目前就读来一高中 这高中部一年级的业号 欢迎您 欢迎 其实今天的阵仗很大 非常感谢两位家庭的参与 那稍后就要跟你们请教 如何在家庭传承族语的方法 那进入分享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则报导 这是圆明会日前举办 世界母语日原住民族语言复证的颁奖典礼 那今年呢 一共有二十三位的族语复证工作者获得了奖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报导 十六号在圆山饭店举办的 世界母语日原住民族语言发展会议 现场有二十三位致力于推广族语的家庭 教师和机关团体 其中获得原住民族语教保元奖的杨川 是一位来自花莲摩里沙卡部落的青年 他把幼儿教育专业结合族语能力 投入到教学场域 利用沉浸式的方式 希望孩子能自然地说出自己的母语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好玩 因为小孩子如果在 就是经过了你的教学 他跟你学习之后 他脱口而出来的族语 你会发现那不就是那个年代 外婆教会我的族语吗 而看到目前在新北市担任 族语支援教师的封英辉 获得原住民族语老师奖 也点出居住在都会区的 原住民族总人口数高达五成 孩子要如何接触 并有效学习族语 家庭的态度仍是关键 在都会区的话 因为没有族语家庭的环境 所以孩子都是来自原汉同婚 那目前在小学的话 低年级的面临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家长 比较还没有那个 那个可以说想那个认同说让孩子来来参加 就是来上族语课 再看到获得终身贡献奖 太鲁阁族的金青山牧师 一生致力于推动族语工作 在幕会时全程使用族语 并和其老们担任教会太鲁阁族语传道翻译工作 更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投入说族语的行列 而圆明会在五年的国家园发展方案中 其中一项重点计划就是要推动族语教会 营造族语的友善环境 因为我们的讲道 我们的传信息都是用母语 都是用母语不是用华语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当过牧师的 在传承方面应该要加紧的 对这些传道人或是教会的信徒 鼓励他们用族语来交谈 在这里,发言中,永远你会 而来访问,我们是数学生产生, 就会是一种小孩的属性, 但自己会认为,我们没有人接受的 是小孩,但是我经常会 受害了一条形态的人。 未來族語教會要如何和政府合作 讓族語在教會中被廣泛使用 十七號在世界母語日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中 將和全國原住民族教會團體代表 共同言商討論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剛才看到是月明會 每年都會舉辦的族語附贈頒獎典禮 其實這幾年針對族語的發展 月明會都持續在辦理族語扎根的補助計畫 還有族語保姆講助的計畫 以及有對於族語家庭的傳承附贈努力的族人 給予鼓勵 其實剛剛我們看到這影片裡面 有一個獲獎人是賽下族的封英輝老師 其實他當然是針對都會區家庭 或是原和通婚的家庭 因為要讓孩子堅持學族語有一些困境 他也提到說 其實孩子學族語第一個問題 就是家長的認同跟觀念非常重要 那我想今天在座的家長 應該都是對這個很有感 那另外其實報導也看到 教會也是原住民族語傳遞 和保存很重要的場域 那因為原鄉有很多族人都是基督信仰 這部分我想先請教倩文跟美玲校長 就是先問倩文姐好了 就是說您自己有在推動這個族語家庭 您自己在最初的這樣的一個 是什麼樣的契機 還是說你自己本身族語能力就不錯 讓孩子這樣子沈浸在族語當中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呢 當初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家本身就是講族語的 我們全家都講族語除了我先生以外 所以其實你說契機其實我並沒有什麼 應該是說沒有特別的說一定要講族 我覺得它是很自然的發生在我家 所以當我懷孕 出生...小朋友出生開始 我就是全程足語 我就是全程足語教他講 從出生開始到他開始可以跟我一起 開始講話 學習 我任何他只要碰到的東西 我都是用足語跟他說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講足語在我的生活裡面 它是很自然發生 他並沒有說很刻意 還是說一定要特別 因為我在我的認知就覺得 講足語是... 它是自然而然發生 就這樣產生這樣 所以那您剛剛有說到 你們家庭都講足語只有先生 那你們怎麼去... 去共同推動足語家庭 因為先生不會講足語 這個部分會有什麼樣的協調 剛開始其實很好 因為他完全... 他不太會聽也不太會講 那我就把他當跟我的孩子一起 我就跟他說 你跟你的孩子一起學 所以我在教他的時候 爸爸也在學習 所以就跟他一起學習 到現在我的先生現在可以聽 還可以... 對話還是需要訓練 但是他至少現在 他自己也進步很多 所以我們就一起 我覺得環境很重要 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也... 他也影響到這個氛圍 所以他在學習的時候 他是很自然的 跟我們一起學習 然後我就一起教 跟孩子一起 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那個氛圍弄起來 環境跟... 很自然而然的就產生這樣 那家中的長輩呢 也是認同這件事情 認同 我們家都是... 都是講足語的 全家都是爸爸媽媽 還有我們的姑媽 我們的夫婦 都是講足語 所以... 在我們的家庭環境裡面 都是... 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特別就是說 其實也是在... 就是自然而然的發生 就是讓這個足語在家庭當中 對... 那這部分我想請教美玲 校長就是說 怎麼有這樣的契機 你們當初是怎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契機 做足語家庭呢 好 那其實在我們家裡 倒是有一個比較關鍵的人物 就是我媽媽 我媽媽那個時候呢 當初我們兩個結婚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跟我們預告說 以後你們生出來的孩子 我的夫婦一定要會說足語 我媽媽就是她只會講足語 所以她希望說她之後能夠跟她的夫婦 能夠溝通 跟她的孫子溝通 所以那個時候就特別特別叮嚀我們 說孩子一旦出生就是講足語 我們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媽媽的一個典型 我們才真的是落實她這樣的一個請求跟要求 所以在一開始在要進行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溝通上 或是就是可能跟先生啊 怎麼樣去溝通說要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那其實一開始就因為我們 就是我自己的媽媽就已經先預告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人沒有什麼溝通上的一個障礙 也因為我先生也認同 那我們也剛好都是排灣族的家庭 然後我們又是同一村 那她在村尾 我在村頭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媽媽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之後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想法也告訴我的公公婆婆 那其實我公婆婆也很認同 所以那個時候就等於是我們雙方家族 就達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這樣的共識不是只有在我們家庭的內部 那同時我們也影響到我們家族外部的親友 甚至我們的社區 我們很早就已經預告這個孩子出生 他聽到的他說到的 甚至他看到的全部都是跟足語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家裡這樣的一個語言政策 就是先從我們內部 然後擴展到我們社區 就形成這樣的一個氛圍跟共識 所以我們在推展上 其實因為大家有之一同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阻礙 是 這部分也想請教俊雄主任 就是說您自己對於這樣的一個 你們當初要一起做這樣的族與家庭 那你們在家庭怎麼樣去推動這樣的一個工作呢 那剛剛說到我們的業務嘛 對不對 就是說一開始就要先跟我們講說 我還預告了 預告說我的孫子就是要講族語 那我非常認同 因為怎麼說你 記得我小學到國中高中 到高中講母語跟講華語都沒有什麼關係 都沒有什麼問題 馬上切換到讀大學回來 但是當我當老師的時候就變化很大 從九十一年到九十五年 那隨身還可以 可是九十五年以後的隨身呢 講族語的非常比較少 而且溝通都用華語 所以我就感覺到說不行 我們是老師的身分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責任推動自己的文化 推動自己的族語 因為如果我們這一代的老師再不推動的話 很怕說再過二十年可能族語會瀕臨掉 會碰到說消失的困境 所以我就很贊同我夫人所提的 我們小孩子就是要全族語的教育這樣子 所以從小都是全族語嗎 校長 對 對 我的小孩從小就是全族語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家庭成員 對語言的實踐要非常的落實 也就是說我們為了讓他們在一個全族語的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很積極地去建制這個語言草 那本身我們家裡也不看電視 不看電視 不看電視 對 那甚至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他幾乎是五年的時間沒有到山上工作 他們在家裡就是專職當一個族語保母 然後變成是我們兩個上班 我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公公婆婆 就會變成孩子主要的照顧人 所以他們就會孩子聽到的 甚至我們前一天討論過的一些繪本 他們完全就會用族語的方式去教導他 教導這些孩子們 所以孩子們就會在非常自然的環境底下去 接觸這個族語 所以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共同去推動 所以其實如果光靠我跟我先生的話 其實那個是不夠的 就是因為我們加上了祖父輩 然後我們父母輩再加上孩子輩 那形成一個世代的族語傳承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推動工作 我們有很多的伴 那甚至我的哥哥姐姐 還有我的叔叔 嬸嬸 還有我的姑媽 還有我先生他們那個家族的舅舅他們 也是一樣投入這樣的一個元朝 所以孩子就是在一個非常完整 甚至一語獨大 就是排灣族一語獨大的環境 就這樣子沉浸在族語的環境去學習 對 是其實剛剛俊雄族人有提到說 就是一開始很多人講族語 可是後來慢慢就是可能要出去工作或是讀書 然後族語會講族語的人就慢慢變少了 我也想請教就是包括在座的家長 欠聞好了 就是說您自己在學族語 可能你們家庭就是家庭都是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就是講族語 那可是因為現在孩子 他會接觸很多很多的資訊 你自己怎麼看 就是說你自己那比較早期的年代 學族語跟現在的小朋友學族語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或是優劣式 我覺得現在真的 我不曉得是環境還是怎麼樣 以前真的是 但是我們同學之間 我們都是講族語 就連在學校我們都是講族語 所以現在孩子 像我現在有這個孩子好了 我們也是 也是在很自然的狀態之下 教他族語 但是很奇怪 孩子只要 他其實一開始 還沒有上學之前 他都是講族語 他甚至到學校去 老師甚至回來 為什麼問他教授名字 他都不會回答 然後老師還問我說 他是不是聽不懂 我說因為我是講族語 所以你要跟他族語對話 他才知道你在說什麼 可是上了一個月 兩個月開始之後 他回來都是跟我講國語了 變了 所以這個狀態之下 你會覺得很衝擊 而且因為現在的學校 我覺得家庭你要維護這個語言 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如果當孩子出去之後 你真的很難控制 因為現在不像以前 以前我們有我們的長輩 都是講族語 然後現在我們在學校裡面 也是講族語 同期都是 可是現在孩子 講國語的機率非常的頻繁 然後所以他現在的狀態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 雖然我的孩子現在 我也是用全程足以教他 但是他現在回到家 還是會國語 足以這樣交替交錯 但是我覺得好的地方是 我現在教他的 他有那個基礎在 所以其實我在教他的時候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拉得回來 就是慢慢的 還是可以拉得回來這樣 所以我覺得家庭也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學校也很重要 所以在學校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如果說 因為現在他們同學的 他們一起的孩子 會講族語的也很少 是 這問題我想請教 主任跟校長 就是說你們自己以前在學族語 跟現在小朋友要學族語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對 校長 好 您的觀察 那其實我們小時候學族語 就像倩文說的 我們同儕之間 或者是在家族社區 大家一樣都在說族語 所以說族語這件事情是 生活中最自然的一件事 但是到了 我們自己的小孩這個年代 那因為網路實在太發達 他接收太多的訊息 那他看到的訊息 全部都是中文 華語 所以我們怎麼在這樣的一個 衝擊底下 建立孩子的語言使用機制 那個就是我們後來孩子到了幼稚園 真的孩子在幼稚園同償都是說國語 那他一個月就可以把國語講得非常好 所以他回到家裡 我們發現他不說族語 他說國語 但是我們就是堅持用族語回答 而且還很強制跟他說 你只要說國語 我們不會回答你 對 所以我們的孩子就會看到 我們家裡所有的人 為了捍衛這個族語 是這麼的堅決 所以我們的孩子就會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就會選擇 我看他到學校 他就會知道我可以說中文 可以說華語 但是回到家裡 抱歉 家裡完全是族語的世界 所以他必須就要切斷華語的一個使用 使用語言 他必須要切換到族語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有大概是跟這個孩子僵持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對 他才願意切換到那個語言的一個切換的模式 也就是他如果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沒有跟我們家裡人在一起 他是用中文跟同學老師對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 尤其是我們這個大大孩子葉喜 他這整個求學的過程 因為他的族語能力真的是在很不錯 所以其實他也蠻受到關注的 那他遇到的老師們也有族語的能力 所以其實在上課之餘都會跟他用族語做對話 所以其實我們在學校裡面也有同盟 所以就不至於說他在學校完全就是用華語跟同學 那甚至也因為是他所以也漸漸帶動他同學去說族語這樣的一個意願 對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做一些角力 是這部分主任有要補充嗎 就是你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嗎 對 這個因為我們前五年都是用族語交談 全族語的教育 但是他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困境跟危機 就是說他在上學的時候 他的同載跟老師們都是用華語來溝通 所以他就變成異烈 他在半年到三年之後 他常常搞不清楚他是誰 他又要用族語又要用華語這樣 然後同載也會笑他說不會講華語 那六年當中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才慢慢變好 但是到國中三年的時候又不一樣了 當同學知道他會講族語的時候 就同學就用很羨慕的眼光來看他 他族語很厲害這樣 你看他從小五歲就可以跟老人家對談 他那個族語的那個能力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自然而然那邊 我們來高中的學校的學生跟老師都變成說 那是族語就是夜襲的專業這樣 所以他從被人家這個辭移到業內到變成 他是專業那個路程歷程 也經過了不少的磨練這樣 不過他現在還是 他現在就感覺說 雪族語真的是有特別的優勢 是 謝謝 就其實在雪族有一些方法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再請夜襲還有夜昊來分享 那我們討論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剛才俊雄主任還有這個美齡校長有談到他們的家庭族語的一個實施的狀況 那其實也談到孩子的學習狀況 那我也想請教今天孩子也有在現場 就是夜襲跟夜昊 先問問夜襲好了 就是說剛剛爸爸有提到說 其實你在上學之後就是會接觸華語了 那一開始是不是也有一個衝突 就是說到底是要講族語還是華語 你那個那時候的心境你怎麼去調適 或說你怎麼去突破這樣的困難 就是剛開始在上學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的第一語言就是族語 所以族語就會自然而然形成我想到就會說出來的語言 那但是因為在學校需要使用大量的國語去跟同儕或是老師去對話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剛剛我的爸爸也有提到說 可能會被排擠或者是會被當成一類來看待這樣 但是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因為我們家裡本身的專長訓練就是季級類運動 那這個季級類運動考驗的就是你的堅韌不拔的意志力 所以我覺得我有受這個影響 然後我覺得被孝被排擠 那倒是我倒是覺得沒差 我覺得我有沒有堅持住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重要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那時候的族語 全班就只有我會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要抓住那個契機 然後努力給大家執行下去這樣 對 到後來之後可能剛剛爸爸有說上國中 大家發現你族語是你的專業 那時候你的心境有更就是說 你覺得說就是說從小學習族語到那個時候 你是不是也發現說族語對你來說是很重要 而且是一個可以讓你很榮耀的一件事呢 我的族語能力很流利 但是我一方面也會去思考另一個面向 就是說排灣語對於排灣族來講 不就是一個自然而然就可以脫口而出的語言嗎 為什麼我的同儕們好像都不會講這樣 對 就是其實比起大家都在關注我 就是我不會去想那個 我比較注意的是我會講 但是沒有人陪我講 就只能找可能年紀比較大的老師在學校對話這樣子 對 就是還蠻失落的 然後我也會鼓勵同學一起學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講國語會穿插一些族語的句子在裡面 然後就是就是我會去 所以故意挑戰同學們的極限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一起跟我說族語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覺得你有影響到同學嗎 對 是 那葉昊呢 你自己就是看哥哥這樣子也是學習族語 你也自己參與在其中 你自己覺得說 學習族語到現在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學習族語是一件非常帥的事 然後有讓我體會到 當不服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你聽得懂 你旁邊的朋友都在傻傻的都聽不懂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們翻譯 他們會感覺你很厲害 然後其實我上國中的時候 就蠻多人知道我哥哥是誰 所以相對的他們會覺得我也會講族語 但是其實我的族語能力不太像哥哥那麼厲害 只是我還是能跟老人家講話 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在做什麼的事情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教我 因為平常我國小跟國中一回家 我都第一時間我都不會寫字幕 然後都直接出去玩這樣子 就是有點叛逆 然後出去 然後都是跟一些朋友講國語 也沒有在講母語的 自然而然我的母語會退步 我回來的時候 然後有些母語我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卻講不出來 就感覺有點失落 然後也感謝爸爸媽媽還願意教我 這樣 就會比較生疏一點 那你現在有沒有就是說 看家裡還是持續在講族語 你自己有沒有 應該是說看哥哥 你剛剛有提到嘛 說哥哥族語能力比較好 你這樣會不會有壓力 我這樣嗎 我反而不會有壓力 因為哥哥搶 我自己也要搶這樣子 所以剛剛主任 剛剛孩子有說 因為你們都是練拳擊 我是提出一個好奇 你們在練拳擊的時候 你們也會用族語嗎 你們會溝通 會用族語嗎 我大概帶運動團隊 將近有這個三十年的歷史了 族語在戰術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話術 對 因為人家聽不懂 你要什麼時候攻擊 你什麼時候是假動作 你什麼時候出左手右手 或是騙對方 倩文以前是全國 三屆的全國冠軍 什麼 是 所以我都用族語教他們 所以他們在場上 他們的對手都摸不著他們 所以那時候 族語就變成一個戰術 很重要的一個話術 跟執行的一個攻擊的代號 是 倩文點頭 你有這樣的那個嗎 就是有感應嗎 非常 因為我剛剛提過就是我們 那個時候跟我們同年紀的 那一批人 我們都是聽族語 所以我們在台上的時候 我們的教練是我們自己的哥哥 他在台下用族語跟我們講 什麼時候攻擊 閃躲什麼 他是用族語講 所以對方其實不曉得 你在說什麼 所以當他在講的時候 對方會覺得 你們是不是在詛咒我們 因為他說奇怪 為什麼你總是知道 你要往哪裡想 我會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們要怎麼 就是配合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族語 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對我們來講 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 戰術策略之一 還可以運用到 那個群級的戰術 比如說要攻什麼姿勢 攻什麼技巧 你們就用族語來說這樣子 對 好 剛剛俊雄主任 還有這個倩文都談到說 其實這個族語 也可以用在這個拳擊比賽上 那再回到就是族語 要用什麼方法 跟孩子說族語 這部分我想請教倩文 就是說你用 你平常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教小朋友 今天好像有帶教材來 對 我平常都是 會拿這個圖卡給他 然後就像這樣 比如說 會拿這個圖卡給他 這個圖卡給他 下面的圖卡給他 會ら一個圖卡給他 媽媽就要問他 會啦 怎樣的圖卡給他 你也不能說 會不會 那一個圖卡給他 那裡 我們都違約了 什麼 我們 不可以 那 charts 我 我 我 让你去 你 我 我 hadn't you 我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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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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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啊〕 〔小ого〕 爱你的 育成 《儿体》 �哦 ace身 爱他的 在那个侠的话 有可能葱 在这里 少了 少了 他凄 시간 那你的 五百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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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剩下,一只剩下的剩下, 8月 5月 那麓 10月 10月 1月 一月 5月 5月 6月 7月 4月 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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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 平常是这样教 那可以稍微 就是衍生出 比如说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我会问她 好 橡皮擦 阿露 我会问她 这个是什么 橡皮擦 那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你会用到橡皮擦 她就会回答 可能就是放学的时候 会用到 我都会延伸出去很多 不是只有图卡上面的 我当然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让她图卡介绍 这个是什么 然后稍微有一点 大一点 我就会开始延伸出去很多 然后生活 因为她平常像椅子好了 跟她讲 什么状态之下 你会用到椅子 吃饭的时候 她刚刚就讲了 或者是放学回家 写作业的时候 会用到椅子 我都是很生活化 比如说摸到什么 我就会讲那个是什么 或者是 现在她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都会讲国语的时候 她讲国语 我讲族语 我一样也是用族语回她 所以她听得懂 然后也会强迫她 有时候我也是用 现在这个阶段还在叛逆期 所以我现在是撞翔期 因为她现在不太愿意跟我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 所以我还是一样 用族语跟她讲 我都是坚持用族语 坚持用族语跟她说 是 那您这些教材是从哪里来 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说 教材哪里来 这个部分 我们这教材 这个其实很久了 我这教材是从那个 那个时候圆明台 有一个 那什么 族语意乐园 是 它其实很多图片 图卡 我是从那里下载的 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 我们那边部落有一个 语推人员 她也给我很多的资讯 所以其实网路上 有很多资讯可以去 下载这些东西 但还是要筛选吧 对 我会筛选 因为之前我们参加 那个族语的保姆计划 她有给我们一些东西 但是我发现那个东西 使用性有点 对我来讲太低了 因为它很多 不同族群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东西 我都会拿到之后 我会筛选几个拿出来 然后其余的 比较不会用到 因为我觉得 你既然教她族语 一定要生活化 如果说对她来讲 很陌生的 我就觉得那效果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 她生活上比较用 所以就连图卡 我都是选择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比较常遇到的 这种方式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 对她来讲印象深刻 她也会觉得 讲足以不是像我们讲 很像在教课那种感觉 很像我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然后后面写什么 我通常都只是 借着图卡 然后我就会问 我想问的问题 这样很自然 你看就像 我刚才讲 橡皮擦 她就是橡皮擦 好 我觉得下一个是什么 有点太自视化了 所以这个孩子会觉得 我学足语 我就只是好像在教功课 是 我就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念字上面的卡 我就会讲足语 我觉得讲足语 很重要的是 你要可以对话 所以你看 我在问她问题的时候 我不像一般说 这个是什么 然后就下一个是什么 我可能会问她 她就知道原来 橡皮擦是可以 在我什么时候 我可以用到 所以当她拿出来的时候 她这个就叫做 橡皮擦 她就印象深刻 我觉得我是用这种方式 去引导她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 纸本的教材 还有对话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除了纸本 我们也会用唱歌的方式 因为我先生很会弹吉他 所以 是 今天很特别 就是倩文跟小帅 还有他的 还有小帅的爸爸 谢爸爸今天也有来到现场 他们稍后要为我们带来一首 这个足语的歌曲 我们先欢迎谢爸爸 跟我们电视机的前面的朋友 打声招呼 欢迎谢爸爸 这是一组家庭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呢 就请倩文还有小帅 还有谢爸爸 一起为我们带来一首 台湾族语的歌曲 我会听到 他学会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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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世音乐 他学会的歌曲 一开始声 他后会的歌曲 他学会的歌曲 他是奉利 或合理俩人而往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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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歌曲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除了在教材上面歌曲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他们也可以记得比较快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运用在这个家庭族语 在教学方面 这部分方法我也想再请教俊雄主任还有这个美龄校长 就是说刚刚校长也有谈到说小朋友在家的学习方式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在执行这个族语家庭各个的就是说长辈啊 还有父母之间的角色是会怎么样去分配呢 我们家真的是非常刻意去形塑这样的一个主义环境 当然我们就是主要照顾者我们就会各司其职 那例如像我的爸爸跟我的公公 他主要就是教导我们的孩子在传统舞蹈 歌谣或者是传统禁忌这方面 那甚至也把一些我们原住民的传统美德 也交给孩子们 那甚至也带孩子们去做田园生活的一个体验 例如像种植地瓜芋头或者是认识一些植物的病害 或者是说他们就实地到西里面去抓螃蟹西鱼西虾这样 然后奶妹跟外婆主要就是训练他能够做家事 还有跟人际上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应对 那爸爸这个部分呢因为他的专长是体育 所以他就从体育禁忌呢教导一些规则跟规范 那我的部分呢其实我就是在强化孩子的一些学科能力 甚至呢我是一个教学的一个记录者 也就是他们跟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跟我们社区的族人 或者是跟他同学老师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就会把它详细起来 然后当作他们的成长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各式旗子 然后我们互相的去协力 让孩子他学习主语他是各个层面都能够兼顾到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以回扣到实际的一个情境去让他学习 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学的东西就是他生活当中自然发生的一些情境 也这样的情境也会让他掌握 我在什么情境之下我怎么去运用这个族语 那甚至在什么样的一个既定里面 他会听到一些比较很少听到的一些既语的一个专业术语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我们的孩子他在说族语的时候 如果他说错了或者是讲的不正确 我们就会立即性的给予他纠正 让他再附送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能够更掌握族语使用的一个正确性 那在那个就是说在做族语家庭的旗程 有没有什么样就是可能有在一开始到到现在 有哪些的阶段你们必须要去突破的 那其实我们带领这个孩子学族语 我们大概就会分四个旗程 一个是酝酿期 也就是说在孩子出生还没有出生以前呢 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形成一个共识 然后到执行期呢 执行期就是零岁到三岁 那这个在我们语言学习 他算是一个黄金期 黄金期 黄金时期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段 我们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们不说其他的语言 然后我们也不看电视 让孩子能够接受到的就是一种族语 排完族语 然后到最下一个旗程就是一个冲突期 因为那个冲突期就是孩子到幼稚园 那他听到族语以外的国语 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会变成一个语言的混乱 但是我们家长就是坚持 你回到家里就是全族语 对我们这个时期就是让他能够建立语言使用的一个规范 然后到了五年五岁之后 其实就是他的语言达到一个稳定基础 那个基础就已经已经稳定了 所以在五岁之后 他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做一个双语切换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个基础如果在他年纪越小 我们给他打稳 其实对之后他不管接受多少的语言 对他来讲很多的语言跟他的族语 其实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家里就是培养孩子所主义到现在 大概就是分这四个期程 很重要的阶段 就基础阶段 那这部分我想再请教两位儿子 就是先问叶喜好了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离开家庭 然后去在台北读书 那你自己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大学生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维持这样的族语的 就是听说读写的这样的一个流利度呢 现在离开家里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政大读书的话 平常我保持注意能力的方式就是 除了每天会跟家里的长辈或抱抱妈妈 或者是我弟弟通电话都是讲族语之外 每天通电话 对因为还是会想家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有群集运动这个专场 然后我的叔叔叶军昌 他现在在台北是一个健身房的主管 然后还有一个部落的方小虎 一个一位哥哥他也在那边 然后他们两个的注意能力都非常好 所以我很喜欢去那边运动 然后就是为了要讲族语 所以才会去找他们 然后就在那边运动 然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他们在指导我技术的方面 全部都是透过族语来传说给我这样 是所以看起来是还是有家庭的基础 然后让你带着到台北 在外面工作读书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一个维持 是吗 那叶昊呢 就是说你现在算高中啦 当然还是在家啦 但是你自己用什么方式来持续自己学习族语 就把族语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就已经是生活了 然后要更习以为常 就是既然已经快要失常了 那就要继续把握 都跟爸爸妈妈谈族语的事情 然后第一时间讲错了 他们也会纠正我 然后叫我附送一次 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 也开始对族语有重视 所以我们的族语老师 也非常认真的教我们每一位同学讲话 是谢谢 其实今天很多的家庭的族语的方式 其实都很想要分享 那其实今天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就是说我们再请三位家长好了 就是针对今天的主题 还有我们在接下来 要怎么样去完成 持续做族语家庭的工作 是不是给我们一点鼓励 或是建言 或是说想要做族语家庭的 家长们可以给一些建议 我们先请主任好了 首先因为族语本身是 文化的血脉及生命 那所有的传统礼俗 及一生所面对的工作任务 及还有你终身学习的规范 很多都是用族语来表达 那又因为族语 又是这个文化的载体 那更是族语的根基 所以我觉得身为我们排湾族的长者 或是教育人员 应该要有使命的权力去保存自己的文化 所谓的自己的文化自己救了 这样所以我们身份也很特殊 所以我们是站在第一线 那这边我也告诉你们说 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在 严重名节的老师或是平地的老师 都很认真的又附赠族语了 所以我们希望100年后排湾族 还是很盛行这样 谢谢 谢谢主任 校长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做最后的结语 那其实族语曾经核实 是要用国家政策来附赠 其实族语就是我们生活的用语 那其实要勉励大家 我们如果要让自己的族群延续 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谨记 今天语言段文化就会灭 然后我们族群就会亡 所以其实要鼓励大家说族语 在这么友善的一个环境底下 大家要勇敢说 暂时我们不用把这个语言当作工具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观念 跟你的一个行动 所以语言要用行动要去落实 我们的语言才能传承 是 清文姐 我觉得我想要鼓励家长是 我觉得不管你会不会讲族语 只要你肯学都来得及 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说 不会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名言是 我会希望是讲族语 就像你呼吸一样生活向自然 所以当你的想法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所以我都会觉得只要你想学 你会说就尽量讲 什么时候开始它都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开始 一定会有进步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都鼓励大家这样 好 谢谢今天两组家庭的参与 保存跟推展这个族语是 家庭是最后的堡垒 让这个族语家庭化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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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